湖北省武汉市近日出现不明原因病毒性肺炎 曾到访武汉的香港本地怀疑患者的情况 引起社会的高度关注 1月7日 香港特区刑事长冠林郑月娥 出席行政会以前 会见传媒时指出 截至目前 香港未出现一宗同武汉相关的严重肺炎个案 但政府不会因此怠慢 会依照迅速应变 严正以待 公开透明三大原则 采取适当全面的应对措施 林郑月娥表示 武汉不明原因病毒性肺炎的情况被通报后 香港特区政府已做出一系列应对工作 包括通知前线医务人员提高警觉 加强留意怀疑肺炎求诊病人的临床情况 各个出入境口案 以至加强卫生清洁和健康监察 在机场 我们会增设专为由武汉市抵港飞机旅行 作体温监测 其他出入境的管制站 例如高铁的西九龙站 也增派了人手对过境的旅客作监测 此外 港铁机管局和相关的航空公司 也加强了列车 飞机和客运大楼的清洁 林郑月娥提到 香港食物级卫生局将会在本周内以先定例后审议行事 修改预防及控制疾病条例的副表 将新型传染病纳入虚程报传染病 她呼吁市民加强留意卫生资讯的同时 一定不要轻信不实的消息 我呼吁公众千万不要误信谣言 也不应该转载这些谣言的贴文 以免误导更多的市民 最后防疫的工作是需要全城的参与 和全民的共同努力 所以呼吁市民在保持个人和环境的卫生方面 要采取足够的预防措施 我们共同做好防疫的工作 更多精彩尽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